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疑是给那些已经在瑞郎事件中受损的客户雪上加霜 这些客户的负账户余额是经纪商应该自己解决的问题 就像福瑞与爱福瑞一样 经纪商在市场交易中获得了利润 但一旦出现了问题 客户应该让谁来赔钱呢 截止到周四 福瑞的负账户余额达到了2.25亿美元 而就在上周 他刚刚得到了来自于Lucadia的3亿美元的贷款 一些外汇商对客户的负余额账户进行清零 以此来告诉客户 他们的损失将不会超过账户的入金 Liberate了解到 加盛控股集团与其forex.com零售 已经开始发送电子邮件通知赋余额账户 公司会与客户共同承担 日本金融监管机构 金融厅已经证实 日本EFRE已经被政府接管 而客户的资金将会被全部返还 早前报道了EFRE英国正式宣布破产的消息 日本金融厅在此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显然是为了保护日本投资者的利益 免受到侵害 这是在EFRE日本公司网站上的公告 我们的运营一切如常 EFRE日本分公司 类似于EFRE俄罗斯 这样的独立运营机构 是不受到英国EFRE破产影响的 IG集团发布了其2015年财年上半年业绩将强劲增长 但第一季度的利润就受到了瑞士法郎事件的影响 净收入为1亿9740万英镑 同比增长8% 而自有经营资金为8740万英镑 同比增长10.5% 该公司在未来战略增长的推动下 取得了良好的发展 包括在英国推出证券经济 以及在瑞士开设了一处新的办事处 香港外汇零售经济商昆仑国际 为其收购案进一步在香港交易所备案 但仍然不愿透露收购方的信息 昆仑国际目前还尚未与该收购方达成协议 收购是否实行到位尚不可知 买家支付了5000万港币的特权费 控股者李先生与潜在收购者 12月正在讨论一项书 昆仑国际透露 打算对照一般市场价格 以0.65港币每股的参考价格卖出 潜在收购商将收购超过30%公司投票权的股票数量 收购方就有义务对所有其公司的股份提出强制性无条件的全面收购 因此 如果李先生进一步交易 神秘收购方就需要做好全面收购昆仑国际股份的准备 比李先生收到的要更多 这就是今天行业一览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格斯贝电视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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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